你拿不超级白 Fuck your Wow 2 packets of chicken rice to go please You can instead say 2 packet chicken rice 打包 2 packet chicken rice打包 新加坡呀 你到底是说英语 还是说中文 谁知道 今天的话题是 新加坡英语 新加坡政府官方承认四种官方语言 英语 马来语 华语 普通话或者国语 以及 what's that 贪米尔语 新加坡有四种语言 那他们到底怎么沟通呢 我们现在看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有一个采访说 你这个新加坡人 你会说哪几种语言 我们看看 Singapore now Can you say apple and hawkian Cantonese and tiochu OK hawkian是福建话 Can sony是广东话 Tiochu 我完全不知道什么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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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奇怪啊 孙芬你会说你的方言英语吗 啊不会忘了 what 估计是那种在新加坡住 但是他父母可能以前是福建人 然后他父母会说福建话 但是他就他已经忘了 可能这个情况吧 但中国中国也有这个情况吧 就是一个方言 比如有一些云南人家人说什么云南话 但是呢他们在在学校里面必须说普通话 然后他们现在方言就不会不怎么会说了是吧 其实英国也有 英国以前爱尔兰语 苹果兰语 苹果兰语都有 但是现在他们都说英语了 那新加坡人 他们后来 会说什么语言呢 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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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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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Too hard 我觉得新加坡人说话非常有效率 就不像英语很委婉就是一个很长的句子 他们说 Where are you going Where you go 那新加坡人到底会不会说普通话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讲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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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的英语的语法 是 是中文 别玩 别玩玩啊 Don't play play啊 It's interesting 我的答弁很好吃 我的屎好吃 你认真的啊 你认真的 你认真的 你会这样说啊 他要找人家翻译 你还要跟我讲华语吗 你还要跟我讲华语吗 来来来 我们都不会讲华语 OK 你 请向我们说什么 试试我们啦 OK 告诉我们 然后介绍你自己 告诉我你的名 然后介绍你自己 这个右边的女孩好像 华语不错啊 这新疆人 这是Serena 我今年18岁 我读Taylor's College 读E-SAN 读E-SAN 我读E-SAN 我是E-SAN 我读E-SAN 我读E-SAN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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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们不玩这些问题 我们会玩其他问题 这是你的问题 OK 你的游戏 你自己定的规矩 你自己都不玩 OK KL有什么好吃 主要有很多东西好吃的 好吃啊 哇 好吃 那新加坡人的华语 是南方人的口音啊 好吃哦 好吃啦 好像真的有点像福建话吧 我能听懂百分之百分之八十吧 所以呢我现在要做一个Singlish的测试 Watch out There's a car coming 小心啊 有个车要来了 Singlish Wait GOT C O COPY C Oh shit 只有20秒 COPYO C 错了 Extremely clueless 完全不知道 Bluh 模糊 Coffee with condensed milk Coffee with condensed milk Long black COPY 还可以啊 好了 大家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 新加坡英语 嗯 怎么说呢 我觉得很直接 一点都不委婉 很直接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呃 英语本来就比较复杂 然后 新加坡就 懒得说这种复杂的 委婉的话 I don't know 我真的不知道 呃 如果在路边 看到一个新加坡人在说英语 我应该 能听懂百分之六十 你呢 你能听懂百分之多少呢 OK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在下面给我点个赞 投个硬币 收藏 和关注 我是富士方 下次再见 拜拜 好 好